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2022冬奥会要建设8个冰上场馆 9块冰面 国家速滑馆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冰上场馆 主体的工程目前已经过半了 将在这次2022冬奥会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它要使用这种二氧化碳制冷技术 一种新型的制冷技术 来推进我们的环保建设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制冷剂 它都有强烈的温室气体效应 以及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 而二氧化碳它是一种天然的绿色的环保的制冷剂 我们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 以及实验验证工作 大概的原理是这样子 这个液态的二氧化碳 相变蒸发 然后吸热完成制冷和制冰的过程 在这个排热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热量全部回收利用 用于制备热水 供暖除湿 溶冰 以及其他的能量需求 这样周而复始 就源源不断地实现了热力学循环的过程 它的节能量可以达到60% 这是第一次在能够满足冬奥比赛要求的 多功能超大冰面滑冰管 采用二氧化碳制冷技术 我们国内在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研究上 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 所以说我们这次有信心 在奥运工程中使用这项技术 二氧化碳制冷可以在奥运会的时候 给我们提供一块冰面温度 最平均最均匀的冰面 它的余热回收产生的热平衡 将为我们每年节约大概200万度电 实现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良好基础 国家奥会也在推行2020议程 选用最环保的制冷方案 是北京冬奥会对国家奥会 新规范和绿色半奥筹办理念的具体落实 除了国家俗化馆外 其他的冰厂项目的场馆 也在积极研究二氧化碳制冷技术 那么我们在冰厂当中使用这样的制冷器 就是释放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表明我们国家在维护我们地球 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方面 做出我们的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